大家好,车机 大家有看过《午夜凶灵》吗? 相传当某人看过一套受诅咒的录影带 七天后他就会在晚上接到一通奇怪的电话 借着观看者就会离奇死亡 当然了,这只是电影的虚构情节 事实是,就算你不看录影带 也有可能会接到这种午夜凶灵 2016年12月16号晚上11点 河北省衡水市饶然县公安局的指挥中心 突然接到一通神秘电话 电话另一头的人并没有表明身份 声音听上去嗲嗲的,应该是个小孩 这已经不是110第一次接到这位午夜怪怪的电话了 早在2015年起,午夜怪怪就已经频繁打报警电话 虽然中间有几个月没打,可是最近午夜怪怪又卷土重来 除了要求接线员给他讲故事,有时候也会用脏话辱骂 又或者播放色色的录音给接线员听 一开始是给那个放那个黄色录音,就放各种黄色录音 挂断他电话他就打,一秒钟一个,问你晚上穿衣服睡觉吗? 是裸着呢?还是穿着内衣睡呢?不挂断让他说吧 他能说上90分钟 90分钟,他不说话 或者是给你放录音 90分钟,凌晨三点的时候 午夜怪怪只爱跟女界线员聊 一听到是男的,他就会挂断 整个饶饶县指挥中心的女界线员几乎都给他骚扰过一遍 就算是这位快退休的女警官,他也不放过 而因为午夜怪怪的来电显示不是一般正常的电话号码 警察一实践也拿他没有办法 这导致午夜怪怪越来越嚣张 不止晚上打,就连早上也打 你再打药流,我说给药住啊,你了 你只要喂,药局你,你再打 没事,抓了他,再两天他就被放了我了 听他说话也要,就像十几岁的小孩说话 当时我们猜就说肯定差不多20岁 2016年12月底,饶阳县公安局仗势立案 是要找出这个午夜怪怪 经过调查,警察发现午夜怪怪用的是交换剂 简单来说就是没有固定号码 而且不用插卡也能打电话的一种手机 就算警察找上电信公司出手 也只能锁定午夜怪怪 大概是从饶阳县的东南边打出这个电话 这个范围涵盖了五六条村子 人口超过一万 就算警察拿着午夜怪怪的电话录印 到各个村子看看有没有人能听得出来 最后也都是徒劳无功 那既然技术手段不能把午夜怪怪找出来 警察就决定试试用心理战 他们开始有意识地向午夜怪怪套话 看看能不能问出点什么来 可是张亮也好 张晓亮也好 警察查来查去都查不到 张亮晓亮有这么一个人 而在同一时间 午夜怪怪玩力的报警电话 竟然开始骚扰起急救电话来了 然后接了电话以后 他说话 他说的都不是正常的事 有时候不说话 倒楼 你这把一简 他都过 跟110借警电话不同的是 饶亮县的120急救电话只有一条线 午夜怪怪一直沾线 会导致真正有需要的人打不进来 可是警察方面又抓不到人 怎么办呢 没办法 警察只能要求电信公司 暂时把午夜怪怪的号码停用 没想到午夜怪怪发现号码用不了之后 气到逝去理智 竟然实名登记了一个新的电话号码 再打给110投诉 为什么把它给放号 结果白天打完电话 当天下午警察就已经找到了人 不过让所有人都傻眼的是 这个午夜怪怪虽然听起来奶胜奶气的 实际上却是一个已经48岁 心脏的中年男子 被抓的时候 他站在村子里打麻将 手机上拨打110的通话记录 都还没来得及删掉 那到底这个午夜怪怪 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只能说他的故事印装了 可恨之人必有可悲之苦的这句话 就是每次给人家打电话 说真话 骂人 然后跟这些故事 能让你有啥感觉 放在这儿心里我搞学的 就是这心里 有时候有时候这么大 他睡不着 就是放 有时候 没有说 很苦 很苦 就想 有时候说 说 我没了 午夜怪怪在1969年出生 父母在他一岁的时候就离了婚 妈妈走了之后 午夜怪怪就有奶奶照顾 而她跟爸爸的感情一直都不怎么好 父子两只懂得用拳头来交流 后来奶奶离世 午夜怪怪的性格就变得更内向顾批 平常几乎不怎么跟其他人交流 直到19岁的那一年 爸爸用3000块人民币 给儿子买了个老婆回来 午夜怪怪表示非常满意 同一时间老爷子也表示非常满意 不过这并不是因为媳妇煮的一手好菜 也不是因为人家把家里打理得井井有条 而是因为他趁儿子外出的时候 实际在床上体验过了一番 后来有一次午夜怪怪提早回家 意外撞破了爸爸跟自己老婆的好事 可是霍不但行 没多久老婆还怀孕了 午夜怪怪更不搞不清孩子出生后 该叫他儿子呢还是弟弟 没多久老婆受不了两男一女这个玩法 于是选择离家出走 而经过这件事之后 午夜怪怪的性格变得更加孤僻 加上当时血气方杠又无处发泄 他竟然对邻居家的女孩冻起了外念 还好最后午夜怪怪并没有得逞 但他也因此被判了三年 出狱之后午夜怪怪去了外地打工 干的都是工地收垃圾的出活 他一直都找不到方法去宣摄自己对生活上的不满 直到后来他因为总接到一些推销电话 不堪其扰的他决定打回去跟人家对骂 没想到骂完之后 午夜怪怪觉得心情非常舒畅 结果这种方式就成为了他唯一用来发泄情绪的渠道 不过这时候问题又来了 因为电话费是算在打电话那方的头上 久而久之 午夜怪怪发现每个月的电话费都好贵啊 他把这个事情跟工地的工友说了之后 工友们不但没有劝阻他的这个行为 反而推荐他打不花钱的报警电话 结果就造就出了我们今天看到的午夜怪怪了 至于他用来作案的交换剂 是之前电信公司为了方便村民发放的 而因为午夜怪怪有一次跟人打麻将 发生冲突打了起来 被人抓到精神病院度了几个月假 所以才有一段时间没打电话到110 对于自己会变成这样 午夜怪怪就觉得这一切都是他老爸的错 最后要提醒一下大家 不管你有什么理由乱打报警电话就是不对的 大家千万不要这么做啊 好啦我是沙鸡 我们下次见 拜 by bwd6 剧神经历 酒 爭 祝责 成熟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